蘇丹紅的風波越滾越大 說餐廳就連知名的香料 小魔方也進了三千公斤 不過小魔方強調 這些的辣椒粉都還沒使用 但現在消費者還是很擔心 因為實用署當初邊境抽茶 只有抽茶進口量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一半 那麼現在市面上恐怕還有更多 還沒被查出的蘇丹紅加工食品 超市貨架上瓶瓶罐罐的調味粉 替烹調料理加分 家庭主婦主婦常用的小莫方 竟成了食安處調查對象 民眾的恐懼來自於台中食安處 最新公布小莫方 疑似向出事的保新企業 進貨三千公斤辣椒粉 但小莫方秀出三點聲明 雖然有向保新購入原料 但通通尚未使用 進貨三千公斤原料 雖與本次問題辣椒粉為同一進口申請書 但實屬不同品項 深入調查也證實 小莫方進貨的並不是問題 批評好的辣椒粉 但安全起見還是退貨給上游 並將採取擴大查驗 經查對後確認所進貨的品項是 匈牙利辣椒粉 非問題的辣椒粉 造成業者損失跟消費者焦慮 說到底可能也怪食藥署把關失靈 食藥署坦承去年十月中國輸入的辣椒粉 不合格率已經破百分之十五 但因為當時食藥署抽驗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十 現在不知道另一半沒被查驗的辣椒粉 是否也有蘇丹紅 是否又有多少被吃下肚 如今一天一家廠商受到波及 搞得餐廳業者跟民眾不敢用辣椒粉調味 避之唯恐不及 記者綜合報導